暑假到了 國境之南 陽光沙灘比基尼 讓人大飽眼福 但戶外動輒30度高溫 要是不想曬太陽 選間飯店放鬆一下 也不賴 你好 該入住嗎 悠遊國旅補助 將在15號上路 旅宿業者推註房優惠 嘉義香湖國際大飯店 限時7月15號到12月15號 平日入住 不只房價零元 早餐晚餐還免費贈送 不要辜負政府的美意 就是加一點點防疫的感覺 然後就是平日這樣子的房費 零房費很OK 台中自選飯店 使用1300元國旅補助 等於完全免費 限時兩天在網路上開放搶購 但是有規定 只能在週日到週四入住 也是從7月18號開始 到9月29號 那每天我們都有開放30間 30組這樣子的訂房 可以做預訂 另外陳以文旅 台中鳥日子 在7月31號前訂房 除了想優惠假 還送同等住宿券 期限到隔年3月底 等於買一送一 因為本來就要出去玩了 一般有補助的 會比較會鼓勵大家去做消費 疫情肆虐 民眾悶太久了 早早規劃 暑假行程 飯店業者也強大國略補助商機 但優惠方案大多有限制 消費者預訂前要睜大眼睛 一滅期待落空 記者 臨時心理雲杰 台中報導 臨時尚 感谢观看